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那是1965年7月13号的凌晨4点多钟 一架由瑞士飞往亚洲的道格拉斯客机 按时降落在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国际机场 舱门打开 乘客陆续走出机舱 殊不知此时机场大厦的楼梯下面正有几个杀手等在那里 只要有一个人一旦出现在通道里面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完成他们的刺杀任务 那么这些杀手是谁派来的 而他们刺杀的目标又是谁呢 档案解密 杀手来自台湾 给他们下达刺杀任务的是这位 时任所谓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 而他们刺杀的目标则是搭乘那架瑞士班机的 中华民国前代总统李宗仁 对于李宗仁这个名字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 他曾是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国民党跪系首领 北伐之前正是他治理两广统一奠定了北伐的基础 抗战时期他先后只会参与了徐海会战 玉南会战等等 为中国抗战利益下过汗马功劳 1948年4月他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副总统 1949年蒋介石下野时 正是他出任了代总统一职 在国民党当中李宗仁绝对称得上是重两级的人物了 甚至一度被称为二号人物 那么身为总统的蒋介石在退守台湾16年之后 为什么要同事操割对党内如此重要的人物下黑手呢 而李宗仁又能否躲过这次暗杀呢 话头咱们还得从1955年说起看画面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郊的一处宅院 房子称不上豪华但是有草坪有院子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算是一座不错的宅院了 不过在外人看来这座宅院氛围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宅院的外围每天总有带着配枪和警棍的警察 昼夜值班 巡逻 那么这处宅院的主人是谁呀 正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李宗仁 自从1949年他离开大陆 他和夫人郭德杰就一直住在了这里 到1955年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五年了 有人可能要问了啊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 既然李宗仁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 那他应该待在台湾才对呀 他为什么会直接去了美国呢 给您说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您就明白了 这是1948年4月 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时就职典礼上拍的照片 照片上的两位肯定您都认识啊 一身长袍马挂的是当选总统的蒋介石 而身着军装的则是当选副总统的李宗仁 这里我要问您了 这张照片您看出哪不对劲了没有 仔细看 估计有朋友看出道道了 两个人的服装两种味道哈 您瞧 当总统的这个蒋介石一身长袍马挂 背显儒雅气质 而边上的这个李宗仁呢 身着军装虽说严谨 可是怎么看都不像个副总统啊 十分像一个蒋总统的随从的护卫 您觉得是不是这种味道啊 而我告诉你啊 如果是这种味道那就对了 为什么呢 这正是蒋介石当时想要的效果 这话您可能不明白啊 什么叫做正是蒋介石想要的效果呢 这是因为李宗仁 本来是准备穿西装参加就职典礼的啊 证件场合吧 西装更合适啊 可是没想到就在就职典礼的头天晚上 蒋介石跟他打电话 说明天一起穿军装出席典礼吧 咱们一起穿军装 以示严谨好不好 结果李宗仁呢就穿着军装来了 而到了现场一看 才知道蒋介石啊 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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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副总统的头衔给免掉了 加上原来支持他的美国的民主党也下台了 他开始备受冷落 这是政治上 生活上也开始陷入低谷啊 一方面旅居美国没有经济来源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啊 另外一方面呢 整天无所事事 想找个人聊天吧 他不仅不懂英语 说的还是满嘴的桂林话 都没人跟他聊天 加上年纪越来越大 心中难免寂寞 这个时候他开始想念祖国和家乡了 可是回得了祖国吗 事情肯定不是买张机票那么简单 你想啊 当时国共的关系 中美的关系 作为国民党的前代总统 这太敏感了 这是最敏感的政治人物之一吧 李宗仁哪里是想回国就能回国的呢 但是1955年 李宗仁发表的一篇文章 却为他的回国之路点亮了曙光 那是1955年4月 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龙举行的 亚非国家团结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 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当时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 四个月之后 他发表了一篇题为 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的文章 在文中他提出 反对台湾独立 主张国共进行合作 注意 李宗仁的这个表态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你看今天台湾有些人在那闹这闹那的 闹得很凶 这招其实不新鲜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中就有人提出过 而美国国会也有人支持 但是我党是绝对不能容忍 党和人民 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保证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这是底线呢 我党态度非常明确 台湾问题是内政 只能我们自己解决 而刚才说了 作为国民党的前代总统 当时敏感的政治人物 李宗仁的这个表态 无疑是对周总理讲话的一种回应 李宗仁的这个回应 很快就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毕竟争取一切力量 早日实现国家统一 这是大事 在了解了李宗仁所处的环境之后 周总理立即决定 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李宗仁回国 而对于周总理的这个想法 毛主席亲笔做了批示 欢迎李宗仁回国 但是李宗仁是不是愿意回国 回国阻力会有多大 又是怎么跟李宗仁接洽的 这都是问题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解开这些问题呢 咱们下去说 与李宗仁接洽 谁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价值3000美元的藏品 李宗仁却说花费11万美元 这一举动的背后有何深意 而又是怎样的天意 让他躲过了联邦特工的监视 江西卫视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周恩来决定尽最大努力 争取李宗仁回国 因为其实不光是李宗仁 还有很多旅居海外 包括待在台湾的国民党人 都在观望共产党的态度 毕竟家在大陆 越是故乡名 水是家乡的田 有谁愿意常年漂泊在外呢 但是怎么跟李宗仁取得联系呢 周总理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这位曾经担任李宗仁政治秘书的 陈思源 李宗仁去美国前把陈思源留在了香港 两个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之前 还征询过他的意见 周总理决定 先请陈思源到北京来投石问路 那么陈思源去了吗 去了 周总理亲自接待了他 在交谈过程当中 周总理不仅高度评价了李宗仁的 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 还请陈思源带话 让李宗仁先生有空的时候 回国看看 这是发出了明确的邀请了 而听到周总理的这个邀请 陈思源相当激动啊 当场就满口答应 这话一定带到 一定带到 为什么 因为在此之前的联系当中啊 陈思源早就听出李宗仁想回国的意思了 所以一回到香港 他就把此行的经过迅速写信告诉了李宗仁 可是 没有料到 李宗仁在回信当中 却对陈思源大发脾气 说此行关系重大 事前你为何不跟我相伤 言辞之中 对于回国这件事情 隐隐偷了一种既想又怕的感觉 这是为什么呀 李宗仁后来也没有再提过这个事 所以背后的原因呢 谁都无法得知 就这样 一晃三年过去了 而谁都没想到 三年之后 李宗仁又突然做了一件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 什么呀 他托程思源给北京去了一封信 信里边说 他愿将毕生收藏的历代名画献给国家 心里强调 当初收藏这些名画 他总共花了十一万美元呢 对于这件事 周总理非常重视 收到藏品之后呢 专门委托故宫博物院的专家 对藏品做了鉴定 可您才结果怎么样 结果发现这些藏品大部分是厌品 真正的价值也就是三千美元 李宗仁什么意思啊 是他不识货 当年就买这些画的时候被坑了 打了眼了 还是说他这么做另有深意呢 周总理己经权衡 决定先不说破这些画的真伪 而是先给李宗仁三万美元 对他心系祖国表示感谢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他把事情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毛主席一听 哈哈大笑 人家这是投石问路啊 他说十一万美元 我们多给他一万 给十二万美元 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 真是 一万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李宗人没想到 对于他的申请 移民局并没有马上核准 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他是重要人士 不能随便离开啊 但是好在没有哪个法律规定重要人物不能旅游 所以美国当局最后还是同意了 但是从飞机起飞开始 李宗人就感觉有两个影子一直跟随在我身旁 可是回头观察 啊 什么异常都没有 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李宗人心中有事疑神疑鬼吗 其实并不是 原来移民局把他赴欧洲旅行的事情报告给了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便派了两个特工一路对李宗人进行监视 以防止他回中国大陆 联邦调查局给出的指令是 在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这就是李宗人当时的处境 杀鸡四伏啊 那么他和程思远见着面了吗 李宗人从美国出发的时候 程思远正在北京 周总理让他转告李宗人 这次欧洲旅行一定要按时回美国 并且在圣诞节前 他们必须分手 为什么 为了李宗人的安全 在没有周密部署之前 不能让美国人有所察觉 但是为了让李宗人放心 周总理让程思远转达对李宗人的四可原则 那就是 第一 李宗人先生可以回国定居 第二 可以回来后再去美国 第三 可以在欧洲暂住一段时间再决定行止 第四 回来后又出去了 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总之一句话 李宗人想怎么决定 我们都尊重 这是共产党的最大的诚意了 那么带着这四可原则 程思远回到香港 立马赶往欧洲和李宗人会面了 可是他并不知道 李宗人已经身处险境之中 怎么呢 那年圣诞节的十多天前 李宗人从意大利的首都罗马飞到了瑞士苏黎市 按照约定 他并没有直接去找七弟郭德峰 而是住进了苏黎市第一区中心广场附近的一家旅馆 等待程思远的到来 他并不知道 那两名联邦特工就在他的隔壁开了房间 而且立即安装了窃听器 您说危险吗 程思远一旦按计划和李宗人在这里见面 那么李宗人回国的计划就要暴露了 而计划一旦暴露 李宗人很可能被劫持回美国 甚至被押解去台湾 从此失去自由 面临更大的危险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 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呀 人算 不如天算 本来按计划 程思远是要到苏黎市与李宗人会合的 可是没想到 因为他的签证过期了 耽误了航班 计划没能按期进行 这就是天意啊 因为补办签证 时间晚了几天 而这时间一晚 眼看圣诞节就到了 那两名特工发现李宗人还在悠哉悠哉的旅游 一点回美国的意思都没有 而关键是 没有见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啊 怎么办 两位一商量 得 既然没有异常 咱们这就回去过节吧 过圣诞节去 就不陪这老头耽误功夫了 他们竟然就此就消失了 就这样 1963年12月17号这天 程思远从香港飞抵苏伊士 在和李宗人阔别14年之后再次重逢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让郭德峰开着汽车 沿着莱茵河畔的公路做了一次长途旅行 而就在车上 程思远把周总理定下的四可原则告诉了李宗人 李宗人当即就说 我只要一可 那就是回去就再不出去了 那什么时候回家呀 周总理跟程思远说过 现在不是最佳时期 因为如果李宗人此时突然回国 周总理担心会引起台湾和美国方面的异动 就这样 李宗人回到美国等待时机的到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5年 1965年4月 李宗人又一次来到移民局 申请去瑞士度假 由于上一次的良好记录 这次申请很快就成功了 移民局呢也没有像联盟 这个字 获移启运 相信您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事先约好的暗语 也就是李宗人回国的计划正式启动了 不用说 这是周总理同意了的 可是 在周总理的周密部署之下 台湾方面怎么会派出杀手呢 而李宗人又将如何安全回到祖国呢 下结束 回国计划悄然展开 台湾特务却突然出现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台湾杀手上演跨国追杀 李宗人将如何摆脱危险 而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的见面 又会是一番怎样的场面呢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 正在为您紧密 前面说到时机成熟 在得到周总理的同意之后 李宗人开始踏上回国之路 那么这次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呢 首先是李宗人一个人先到欧洲 然后他的夫人郭德杰 再去欧洲与他会合 夫妻分开行动 为的是不引人注目啊 同时程思远飞到瑞士 将周总理安排的回国路线 街头地点 以及有关安全的细节 交代清楚 等一切都安排好了 似乎都有条不稳 悄然进行的时候 谁都没想到 就在李宗人郭德杰和程思远 在瑞士会合的当天 我方情报部门 突然接获一封发自台湾的密电 密电是台湾特务部门 发给驻日内瓦台湾特务的 内容是火速赶赴苏黎氏 要不惜任何代价 阻止李宗人回国 这个很费解啊 前后历时多年 经过严密部署的李宗人回国计划 怎么就被台湾方面知道了呢 而且还派出特务拦截 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事后查找原因 原来问题出在 一则房产变卖的消息上 怎么回事呢 原来因为打算回国 不再回美国了吗 李宗人的夫人郭德杰就委托纽约的一位律师 帮助处理他们家的房产 就是前面提到的纽约市郊的那栋宅院 委托价格并不高 三万四千美元 并且郭德杰也没有说是因为回国要变卖房产 只是说他让我太辛苦了 随便找了个理由 交代完呢 他就飞欧洲跟丈夫会合了 可没想到郭德杰变卖房产的事情 被记者发现了 并且在报纸上刊登了出来 结果李宗人回国的事 哦 又重来公开的秘密 而对于蒋介石来说 这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他责令特务部门 要不惜代价拦截李宗人 了解到这一个情况之后 周总理紧急做出部署 安排当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迅速和李宗人 他们取得联系 并嘱咐 13日必须离开苏黎市 果然 就在李宗人他们离开之后 不久啊 郭德峰在苏黎市的餐馆里边 就来了几个彪形大汉 这些人正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 而好在周总理早有安排 李宗人算是躲过一劫 然而 这还只是开始的 一场跨国大追杀 即将上演 1965年7月12号下午2点 李宗人夫妇和程思远 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 道格拉斯式客机 这是瑞士飞往亚洲的固定航线 飞机从苏黎市起飞 途经日内马 希腊的雅典 黎巴嫩的贝鲁特 巴基斯坦 卡拉奇最后飞离香港 在机场前来送行的工作人员 再三叮嘱程思远 在贝鲁特和日内瓦两个机场 千万不要下机 等飞机到了卡拉奇 会有我们的人来接你们 为什么 因为我方分析 在瑞士没有找到李宗人 台湾方面绝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还会沿途找机会下手 只要李宗人在中途露脸 随时可能面临危险 那么事情真是这样吗 那天李宗人一行 刚登上飞机 就有人来到瑞士航空公司 查问当天离开苏黎市的旅客名单 不用说 这些人就是台湾国民党的特务 而在查到李宗人等人的名字之后 台湾方面立刻发出了指令 在日内瓦 贝鲁特和卡拉奇这些地方 安排杀手 实施行动 这就是今天节目开篇 我们说到的惊险的一幕 那么李宗人下了飞机吗 在日内瓦 贝鲁特这两个地方 李宗人紧钻工作人员的叮嘱 他始终没有下飞机 所以在那两个地方 台湾杀手没有得手 而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呢 李宗人他们下飞机了 但是这一次台湾派出的杀手 依然没有得手 怎么回事啊 那天也就是1965年7月13号的 凌晨4点30分 李宗人乘坐的班机 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 按照飞行计划 飞机在卡拉奇停留几个小时 然后继续飞往香港 而飞机刚刚停稳 一辆闪着警灯的救护车 就停在了闲堤旁边 后边还跟着好几辆轿车 李宗人夫妇和程思远三人 随即钻进了其中的一辆 静止从特别通道离开了机场 那李宗人被谁接走了 又去了哪里呢 接走李宗人他们的是 这位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 丁国瑜 他早就接到了周总理的指示 要他想办法把李宗人 安全地接到大使馆去 然后再找机会回国 就是这样 丁国瑜通过航空公司的朋友关系 利用特别通道 让手在外面的杀手 扑了一个空 后面的细节 咱们就不用细说了 7月17号晚 李宗人夫妇乘坐 波音707专机终于回到了 赵四目想魂牵梦绕的祖国 他们先到了上海 在上海稍事休整 于7月20号飞到首都北京 来看看那天的珍贵史料 那天北京首都机场 人头攒动 彩旗飘扬 飞机停稳 舱门打开 李宗人走出机舱 灰帽之翼 当他看到如此隆重的 迎接场面的时候 热泪盈眶 那天迎接他的 除了周恩来 彭真 贺龙 陈毅 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还有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的负责人 无党派人士 以及众多起义的国民党将领 而就在那天 他和溥仪还见面了 这是末代皇帝和末代总统 在新中国的首都的握手 极具历史性意 随后在机场大厅 李宗人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国内外一片大号行程中 我已经从海外 到移民中国的怀抱里来了 这些受到中国共产党 和国家领导人做法照顾 赶紧两生 一眼回到中国怀抱 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 做处优优的统签 李宗人的回国 让全世界看到了 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平统一 所做出的努力 在他的这样的表率作用下 越来越多的旅居海外的国民党人 出于民族大义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些身在台湾甚至是蒋介石身边的人 在周恩来的努力争取之下 也开始转变了 毕竟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我们的祖国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与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